在黑豹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下,香港经济加速下行,失业率更创下十年新高,作为香港少数族裔的南亚人,生计方面面临重大挑战。 据特区政府最新数据,截至2019年10月,撇除外籍家庭佣工,香港约有26.3万少数族裔人士,占全港人口约3.8%,他们之中南亚裔人士约8万人,包括印度、巴基斯坦及尼波尔裔。 居港印度人Joyce和丈夫所工作的餐厅受黑豹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倒闭关门,夫妻两人双双失业,至今已有四个月没有任何收入。 Joyce提到,作为印度人,中文读写有困难,在香港找工作本身就存在局限性, 而现在,因为疫情的关系,招聘职位较少,找一份新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。 为少数族裔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香港同理新慈善基金,在疫情期间,为居港南亚人捐赠了5万多个口罩、罐头、大米等。 该基金创始人黄映宏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,目前,香港南亚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就业问题。 同为居港南亚人的同理新慈善基金共同创办人白俊达指,面对未来,在香港的少数族裔南亚人应学好中文,融入大湾区,在教育方面打好基础。 政府应该在学校都教一些国语,不是说广东话,应该是国语。 为什么呢? 未来有很多机会在大陆可以去交流、做事,好像大湾区那些。 我们就会有机会在那边做生意,我觉得都有很多可能性。 我们就会去交流。 我们就会去交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